疫情重創航空业 有35年历史的港龙航空 也在去年10月停止營運 一个被迫离开客机驾驶仓的港龙机师 失业后一度转航 最终登上货机 期待完成训练后再次冲上云兆 终于再起飞了 都是自己热爱的 其实都不特别想离开飞行这个行业 Nicke在港龙做了8年的客机机师 自去年被遣散之后 曾经做过三个月的兼职厨师 最终可以重返跑道 持货机 我是有一点劫后如生的感觉 在COVID后 其实在香港给本地机师的机会 不是太多 在去年公司结束之后 其实一直都没有机会找回航空业的工作 最大的分别就是没有Cabin Crew去照顾我们 转驾驶机前也先要受训 以往港龙曾经推出本地机师的培训计划 在香港培训一名机师 要花百多万和需时一年多 自港龙停止營运之后 大约有200名本地机师即时失业 香港货运航空本身有74名机师 疫情下货运航班需求不跌反升 加上申请9条新定期航线获批 因此增聘百名本地机师 正正是他们的优势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在香港培训过 以及在香港飞的 因为熟练的机长和副驾驶 所以当我们训练他们时 其实他们需要的时间会少很多 货运航空又说 难以短期内大量培训机师 但当有新职位的时候 会尽量优先拼用本地机师 这批入选的货机机师 除了要在无耳机舱 重新熟习飞机的运作 还要上理论货 在通过所有考核之后 最快今个月底 就可以再次持有真正的飞机 冲上云霄 无线电视机仔 张永恩 播放